好来看到柯文哲过去一个月卷入了金华沉岸图利的风暴 那台湾民意基金会今天公布了几份最新的民调 指出呢柯文哲的感情温度下滑到只剩下44.91度 好台湾社会对于他的好感度呢 比起9个月前是从40.5%下滑到现在的29% 是减少了11.5个百分点 意味着说凭空增发220万人对柯文哲的好感 那台湾社会对于柯文哲有反感的人 从28.4%上升到32.1%增加了3.7个百分点 换算下来这个人口数大概是72万人 好现在呢这个柯文哲被收押 当然也重创了民众党 台湾民意基金会今天公布的这个民调呢 也问到这个2024的9月9号到11号三天 对于正常制度来做出调查 结果发现呢民进党呢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五 好国民党呢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二 那民众党占百分之十二 时代力量占百分之五点一 没有特别支持哪一个政党的话 是百分之二十一点三 跟上个月来相比我们看一下 政党制的倾向变化不大 好民进党呢是略增了百分之一点三 那国民党呢是原地踏步的 好民众党的部分就有下滑了百分之一点八 时代力量有上扬了百分之三点八 而中信选民是锐减百分之五点二 好那以这个人口比例来讲的话 等于哦百分之十二呢就代表超过 两百三十万人是继续支持民众党的 另外看到台北市议员洪建议来影射 蔡壁如是金华城的幕后藏镜人 更指控蔡壁如下手玉交办金华城案 马德独家还原了下手玉的细节 说当年蔡壁如在担任科办主任时 的确有安排陈慧来讨论金华城案 但是当时是因为监察院来函 问说金华城百分之三百九十二容积率的事宜 所以蔡壁如才会安排陈慧 要请督发局跟柯文哲报告 而且这场陈慧呢完全没有金华城的人士出席 我们来听一下马德有事吗 洪建议口中所谓蔡壁如下手玉交办金华城的内容 是什么状况呢 好先跟大家说因为之前蔡壁如 她是担任科文哲市长室的主任 科文哲办公室的主任 所以她身为主任呢 她会去安排陈慧的行程 而针对金华城的案子 确实蔡壁如有安排处理金华城的案子 可是蔡壁如为什么会安排 要处理金华城的案子呢 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监察院来函北市府 监察院来函北市府来询问 金华城的容积率 百分之三九二到百分之五百六十这一段 所以是因为监察院来函的关系 蔡壁如收到监察院的函 然后才因此来安排这个陈慧 而这个陈慧里面 他是找都发局的人来开陈慧的 这一场陈慧里面 没有金华城的人士在里面 那请问一下蔡壁如这边 要有什么样子的土力 而且重点是 从三九二到五六零的这一段 其实监察院也认为不合理 监察院认为金华城的容积率要到五六零 那如果以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监察院都认为合理的 那就算蔡壁如安排的 这到底哪边土力了呢 洪建议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到现在拿不出资料 会不会到最后翻车呢 所以我们大家就是坐等 这个洪建议到底最后的资料拿出来 会长的是什么样子 好另外呢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非常的积极在关注柯文哲案的进度 那么引起同党的桃园市议员 詹江村的不满 他质疑说呢 钟小平疑似追求 前民众党的桃园市议员参选人 曾延洁不成 所以恼羞成怒翻脸 要猛攻柯文哲 今天上午钟小平到北检去提告 大言跟村长来提告 就是毁放罪 那我们来告他 妨碍我的名誉 我们要来提告 那我们知道的话 比如说带行证据 比如说他们议的法理 就他们的脸书嘛 你们大概都有记录嘛 都有记录 最重要的是我叙述一下啦 因为他讲了十几条 反正他讲他po一次 那专访一次我就告一次 现在的刑法是一罪一罚 我们就会告每一个人 都很多次的第一个 最重要的是啊就是 他的po文就是讲说 叫我不要再对付阿贝 那政党你也看到了 后面的操作的痕跡嘛 不管是陈志涵 不管是吴亦轩等等 所以我们是正面跟这个 跟民众党来作战 然后他们为了要救阿贝 那我们行使这个市议员的天职 来抓贪腐 来打击这个刀叉吃人肉的土地财团 我们我们是毫不畏惧的 压力很大 可是我们会坚持信念 来继续追查必然下去 因为那个大爷就说 追阿贝的话 你继续追的话 他就要反击啊 提出那种恐吓 我不理他嘛 他才有那个 就他才有后续的一些动作 而且他最后是跟 跟村长跟 特别是民众党的结合 做一系列的政治操作 那我的名誉很重要 所以我们当然要警告 好 我们来看到是有媒体呢 这个讲到说黄锦茂的内容 因为他现在转为了被告嘛 那披露说这个自白记录来源 就是台北市议会 这个金华城专案调查小组的会议记录 那现在呢 被这个白银的议员陈佑成 他质疑说专案小组会议记录 都还没有定稿公告 那为什么好 这个小组的召集人游淑惠 甚至呢 他的比较友好的媒体 可以独家来取得呢 好 现在有这个蓝白议员护杠 他说呢 司法程序违反了 侦察不公开的争议 特定媒体取得专案小组 尚未定稿没有通过 而且没有公告的会议记录 来做新闻 好 那游淑惠就说啦 叫我雇大局 为蓝白和少发言一点 但是一直点名来攻击我 他说现在就是阿伯出事 乱砍洗白 好 另外我们来关注到的呢 就是这个好 这个钟晓平议员 好 被指出说 现在呢 在这个 哎 沾江村啦 村长他讲说 钟晓平曾经有追求 代表民众党要选 桃源的市议员 失利的曾延杰 结果呢 好 人家当然就是 可能不答应嘛 就恼羞承诺 疯狂来爆料柯文哲的黑料 好 看到他曾经有传给人家 说什么想眼言啊 喜欢你等等 那让女生私下感觉说不舒服 很恶心 好 还有看到呢 这个当时韩国瑜选总统 拼到海内外 结果周晓平在绿媒 却是一起来嘲笑敌伪韩国瑜 他说这种人能够不记恨吗 他说我就记恨啊 好 那当然呢 钟晓平就驳斥说 我有写我要追他吗 有任何一句对他不敬的话吗 等等 好 没有嘛 他预计要提告 那曾延杰当事人说 一个议员呢 当到只会靠诉讼来博存在感 真的好悲哀 无论是把妹或是政治 都是用乱枪打鸟的方式 刷存在感 刚好打到一个柯文哲案 就把自己当英雄了吗 那同时 你看呢 民众党的包括 学姐啊 就讲说 曾经被钟晓平夺命连环抠啊 好 这个战狼小姐姐 陈志涵也说 大选期间 钟晓平密集的打电话给他 还假传圣旨等等 那其实我们来看到的是 曾延杰是不是有薪金呢 好 据了解说 在2022年4月10号 钟晓平选议员的时候 曾延杰就有主动拍下了 他的竞选步调 传LINE给钟晓平说 加油 加油 所以也让这个源泡质疑说 不是啊 你对一个人不舒服 你还会传照片对他加油吗 好 现在呢 这个钟晓平被爆料 你因为追求人家不成 所以呢 转而来攻这个党主席 柯文哲的弊案 那到底是不是有这样 包括相关的骚扰情势呢 我们一起来看 秀出手机对话记录 台北市议员钟晓平否认骚扰演员 但没秀出的LINE对话 却遭党内同志 詹江村爆料 私讯截图内容显示 钟晓平不仅想要约曾延杰吃饭 还点名要找合照 最左边那位正妹一起来聚餐 只是觉得被钟晓平骚扰的 还不止一人 学姐黄静莹再补一脚 爆料去年选举时 曾被钟晓平电话躲命连环扣 要求帮忙站台 通话过程 还有一位证人 因为他们正站在这个 站车上面在扫街 他就说 我旁边现在站的是蒋万安市长 你跟他讲一下 你跟他讲一下 电话就拿给蒋万 蒋万安此时就把电话接下来说 额 议员好 所以我要提告嘛 我跟你说我名人 他这好像碰瓷事件 学姐本来要来嘛 他爸爸也很支持我 学姐的爸爸 后来黄珊珊打电话 警告学姐不能来嘛 不满被指控在选非 总是自走炮狂起来 连同党议员一起告 网友直呼党内互打 要看到血流成河 更狠酸钟小平恼羞成怒 准备让法院认证性骚扰 我没有对任何的女人不敬 我也没有对她不敬 前面对我连六七年前 都联络 很久没有联络了嘛 也没有见面 然后你还跟我有来有往 你心里哪里不舒服 我很想让他快点变法院认证的变态 说谎 一个议员可以这样公然说谎 然后讲的脸不红气不喘的 那你们不觉得 那他之前讲的 他的人格就这样破裂了 他就破烂人格 纷言节连发毒事的话都说出来 连民众党立院党团主任陈志涵 都自称三天之内被狂打十通电话 我不知道他要告我什么耶 我讲的都是实话 我跟詹江春聊的内容 也是在抒发我自己觉得 其实我当下是觉得受到骚扰 他就这样子滥用司法欺负百姓 大家各位选民们看清楚 这样的人是你们要的民意代表吗 想引言变成了告演言 双方隔空护杠 时间点刚好就在钟小平猛打科B案 只是钟小平过往黑料全被挖出来 难免引发转移焦点的阴谋论 这白明期待去台北采访报道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粘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